請她盡快聯絡我們兩位的家長 立即交代小朋友的死亡因素 死亡男童的父母和親友 再到屯門醫院抗議 不滿遠方沒有明確解釋死因 要求同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柏妍會面 我們要很克制地去等待 但出來原來是一份撤要 這份撤要根本上就不需要 因為在一份排版裡面 我們一早就已經知道這些問題 不需要她這樣拖 如果她說這份專家報告 她再不給我們一個確定的日期 她又會再拖再拖 所以我們要站出來 否則下一次再有下一個人 也會有相同的問題 可能不是這樣死 有另一個方法 是因為他們疏忽 但他們不會交代 如果下一次又有一個人不交代 又不敢站出來 是不是下一次又有另一個人死 處理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鍾建麗說 由於本港醫院為兒童進行 頸椎矯症手術的經驗較少 所以邀請外國專家帶領這次手術 強調不是為教學用途 我在此再次強調 團門醫院不會因為教學用途 而做任何不必要的手術 所有在團門醫院做的手術 都是因為病人臨床的需要 就好像張曉廷這個個案 在她脊椎移位 其實會帶來一個脊椎的不穩定 就是說如果日後她有什麼創傷的時候 可能脊椎會受傷是很嚴重的 這個風險是很真實的 她沒有直接回應這次事件 是不是醫療事故 又或者是不涉及人為出錯 而團門醫院已經完成調查 並向家屬解釋 現在正在等海外專家 就醫院水平的調查報告 他們會盡快公佈 以冠局行政總裁梁柏妍就發表聲明指 承諾為死者家屬提供一切的支援 稍後也會跟男童父母會晤 聽取他們的訴求 而遠方亦已將個案轉交死因裁判官 希望就男童的死因尋求客官判決 13歲男童張睿婷 8月在團門醫院進行頸椎關節矯正手術 醫生拔喉之後 出現呼吸困難等嚴重罕見病發症 然至18日後死亡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何鎮賢報道